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为什么我会那么迟才出这支视频呢 那是因为去年双11的时候呢物流挺慢的 双12的时候呢我都还没收到包裹 当然还有一大部分原因呢 还是我个人效率的问题 但是但是文具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买的对吧 那除了一些清仓或者季节性的东西 我这次开箱的大部分文具呢都还没下架 链接我会附在资讯栏里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看完这支视频之后 把喜欢的文具加入购物车里 那接下来就祝大家看视频愉快 首先第一家店铺的商品呢 比起我当时买的时候价格都已经提升了 那我看到其他的店铺呢是没有这个情况 那我附上的价格呢是目前我剪辑影片的时候 然后所查到的价钱而不是当时我买入的价钱 那这里就先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参考 首先开箱的是这一本Note4的周计划本 这一本本子的大小就比我的手长大一些 虽然我买的这一款在这家店铺已经下架了 但是大家也可以用Note4的周计划作为关键词搜搜看 应该可以找到一系列同款的本子 有很多很好看的封面可以选择 接下来是一个木质印章 这款印章的款式呢是稍微有点复古的 上面是刻有像旧报纸一样的文字 那使用搭配起来呢都不会太难 算是挺百搭的 这是我找了一段时间的一款纸胶带 其实这一款呢是比较旧的款式 所以好多家店铺早就卖完下架了 恰好这次在选购Note4周计划的时候 发现这家店铺居然还有这一款纸胶带 那我当然是毫不犹豫就把它加入购物车了 说起来我觉得自己挺好笑的 就是当时好多家都还有售卖这款纸胶带的时候呢 我有把它加入购物车 但偏偏呢就是每一次下单的时候 都会想说下次才买 很多家店铺下架之后呢 我却对它念念不忘 所以买东西呢还是讲究快很准 接下来是一个请特别的印章 是刻着O一个字的印章 那这一系列印章呢都很可爱 都只是刻着一个单字的 接着呢是银色的印仪 那银色呢是想在黑色纸张用印章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得上 接下来第二家店铺的商品呢 我个人认为都是CP值挺高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他们家的店铺逛逛哦 如果有看过我子弹笔记影片的朋友呢 应该不会陌生 这是我拍子弹笔记影片的时候用来装饰 让整个画面不那么单调的打字机造型的变迁夹 同样是用来做我子弹笔记影片背景的小阅历 上面写着生活明朗 也算是我对生活的一个期许吧 那因为平时我是用手机拍摄 拍子弹笔记的影片要做乐计划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上 还挺方便的 也挺推荐大家买来摆在桌上 需要参照的时候就可以随手用上 但是呢这款在这家店铺已经下架了 大家可以用小台力作为关键词搜索看看 接下来呢是三款烫金贴纸 那每一款的主题呢都不一样 这个贴纸呢总共有六个主题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链接看一看 首先第一张是以生日派对为主题 都是一些关于生日的小插画 那在我做生日卡片的时候呢就能用得上 我选的第二款的主题呢是星球计划 烫金感觉就很适合宇宙啊星球啊这样的主题 最后一个主题是埃及艳后 觉得这个主题还挺特别的就买了下来 这一个日程规划呢也曾经出现在我手帐配置的视频里 那我特别会在备考的时候用来规划时间 详细的大家可以点我的频道 看我2021年手帐配置的视频 那因为这款也已经下架了 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大家也可以用日程规划作为关键词搜索类似的产品 那接下来这个透明书套呢 就是我逛这家店铺最主要的原因 这是我2021年使用的子弹笔记本的书套 那其实我的子弹笔记本并不是在这家店铺购买的 我买的那家店铺并没有这个透明书套 那我一直都想要找个书套给我的子弹笔记本 但是因为想自己装饰封面 所以要找透明的书套 那恰好我就看到这家店铺卖的 适合我子弹笔记同款的透明书套 就买了下来 目前的使用体验感很不错 那因为是PVC胶套 所以它是防水的 这个书套还附有一个笔套 前后都各有一个可以用来收纳便签 卡片或纸质素材的空间 价格也很适中 CP值挺高的 推荐给大家 再来是Note for A5的手杖套装 套装的内容包括了一个手杖风皮和一个手杖内心 那这一个是我姐今年的手杖本 她选的款式呢 是她最喜欢的蓝色作为主要颜色的手杖风皮 款式叫做晴空 这个手杖套装呢 还有A6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选择 手杖风皮用的是棉布 手感还挺不错的 样式选用的是学院风满满的格纹 还附有两个皮革吊带的缎带书签 论起收纳空间 我绝对可以打满分 完全可以收纳正常所需的各个大小的手杖素材 比如贴纸、便签和胶带分装板 我看我姐用来收纳各种常用的手杖素材 需要用到的时候就垂手可得 非常方便 旁边还附有一个笔套 手杖内心是自填式的半年版 打开首先是写上名字的空间 接下来就是2020、2021和2022年的月历 这一款一共有8个月的自填式月计划 然后是200页的自填式日计划 日计划采用的是时间轴的格式 在左上方写上日期星期 右上方也有写上本日目标的空间 书写的空间是网格格式 整体来说非常适合需要充分时间规划的人群 那这里面还附有一张可以做试写的纸张 大家可以用比较常用的笔在上面试写 里面也附有一份使用指南 方便新手查阅 后面还有8页的项目管理页面 学生档就很适合用来管理assignment的进度 最后还有几页是可以自由使用的网格页面 那我个人认为字典的好处呢 是能随时写上日期就可以使用 也不会有一定要每天写手账的压力 卖家也附上了猪羊造型的便签作为赠品 这一支视频将分为上下两期和大家见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才不会错过下期视频哦 下期更精彩